连续两年代表花莲参加全国乡土歌谣比赛的明年国小小哈克合唱团 月初参加花莲课语组的国小乡土歌谣比赛 再获得特优将代表花莲前进全国赛 而市长魏佳贤日前前往表扬币自证奖励金 为孩子们加油打气 期许小哈克们在全国赛发挥实力在创佳基 花莲市明年国小小哈克合唱团 在109年度全国客家艺文竞赛总决赛歌唱表演类国小高年级组 获得全国第二的殊荣 今年月初9日参加花莲课语组国小乡土歌谣比赛再获特优肯定 将代表花莲前进全国赛 市长魏佳贤日前前往表扬并致证奖励金 为小哈克们加油打气 那在12月9号的时候也在县内的县赛里面 得到代表花莲县去参加全国大赛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成绩 让我们期许能够突破以往的第二名 能够达到全国第一名的一个佳金 那今天也特别代表花莲施工所来自证给我们孩子们一个奖励金 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再有更好的成绩来鼓励他们 未来有在不只是在课语的部分 在其他主语的部分有更好的一个突破的一个佳金 小哈克们带来三首歌曲展现流利课语及各唱技巧 三至六年级的学生利用每星期社团时间练唱 在指导老师协助下学会课语进一步认识客家文化 社长方志明表示 合唱团在前校长郭荣春任内成立 各家童谣逐渐在校内传唱 未来将持续努力推广 花莲施工所未来也会持续支持客羽和其他族语 使盼在各项赛事都能拿下好成绩 介绍长方言 花莲施报导 再次 把握手指所 一 把握手指向 然后再次 把握手指接 柴子声 一 把握手指向